現在出現兩件事,第一是經濟差,收入少了,收入少了,對消費者來說是減少 另外,政府打算減低EFMW,將PW降低即減薪 減薪 減薪,會有什麼事發生呢?有兩個改變的,畫幅圖,不熟悉的就畫幅圖 OK,Supply這裡,原本就有Price Floor在這裡 Price Floor Pf這個位置,Quantity就跟小,Quantity Transactor Qs,Qd,Qd在這裡,Pf的時候 Qs在這裡,供應商上供應Qs這麼多糧,但消費直接買到Qd 所以供了出來,沒有人要,Service會出現 在勞工市場,我們特別會叫做Unemployed 沒有東西做Unemployed,有些人失業,沒東西做 好了,然後將Price,這裡有兩件事發生 第一件事,Price Floor下調 Price Floor下調 Price Floor下調 第二件事發生的就是,Demand減少 Demand移過來 很搞笑,最終會怎樣呢? 喂,創造了Demand Curve,很搞笑 最終會怎樣呢? 我們知道,在P下降的時候,一個影響就是Qd會上升 Qd會上升,但是Demand又會減少 令到在同一個價錢下,另一個價錢下 另一個價錢下,那個Demand減少,令到Quantity會減少 一個就是令到Quantity增加的影響 一個就是令到Quantity減少的影響 那誰大呢?我們是不知道,所以最終的Quantity是怎樣是不知道的 好,視乎PF改變多少,跟Demand改變多少 看看誰的力量是大的 好,看看哪些影響是對的 Demand減少就對了 然後,它就說Quantity Supplier會減少的 這個也是的 然後,Service就會減少,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那個Quantity最終會怎樣變化,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一個就令到Quantity增加,令到Quantity減少 所以這個就不知道了 Total Expenditure就會減少一樣 不知道因為那個最終的交易量,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要P跌了 所以答案只有1,2可以選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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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